回學你好不開心 超級開心 我要繼續播客 我的眼圈都帶了很多 Hello 我的同學 我當然寧願你回學 因為始終你都要賺錢 你不賺錢就哪有 你喜歡上網課多點 還是喜歡上網課 網課 上網課 我喜歡上網課 一定是上網課 上網課 網課多點 有特色 我也不知道 網課就是在家上課 感覺不會太專心 但面秀就沒有 網課休息時間多 我們大約每幾個月 或者每個月公布 現在每天都要做幾樣的 網課不同 可以積奶少少少少 不用欠 有些同學都不會聽老師說 上課可以跟同學一起聊天 或者可能黑著網課 老師都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這些問題 可以問到老師 有些事 雖然有些事就不會 不能問老師 有些事 當然想在學校上好些 網課 因為他們在家中 放鬆些 可以在桌下玩一下電話 都可以 是 同學都正常 我們現在是想盡快上學 讓我們回正常 社交 學習 對他自己上學都開心 他又可以聽到老師的講解 真真實實地跟老師聊天 跟同學聊天 他都要群體生活 回去上課會開心些 看到同學和老師 而且他會集中精神 專注力好些 難集中精神 一直看著螢幕去聽 他接收的能力會差些 因為自己大人都試過在螢幕 坐一小時 自己受不了黑暗君 之外他的體能都不太好 長時間坐在電腦前面 平時在學校可能都有 跟同學一起玩 我最想跟同學一起玩 小息的時候可以跑跑跳跳 想見到同學 暫時不能拖手 不過都有說幾句 小息的時候可以一起玩 15分鐘 我們小息以前是拿去操場 但因為疫情就要留在房間 隨便操場 不是說我們都不在 我們終於坐在這裡 我們要佛座 會不會覺得有群獸鬥的情況出現呢 總之不上學都是群獸鬥的 家裡你要看著他 你就做不到自己的事 要長時間和他戰鬥 辛苦就不辛苦 不過不是群獸鬥的辛苦 是怎樣 在上網過的辛苦 始終要在家裡看著他們 都是一個精神壓力 我們要上班 靠姐姐看就看不太多 始終的功課 都要自己跟 現在有些復課 有些登年賓也未復課 接送上的確是很大困擾 對於某些家長來說 特別住得遠的時候 就更加麻煩了 有時候要兩個人 一個就在家 一個就要照顧他上學 一個是熱情關係 第二個呢 反應是做的關係 第三呢 就要照顧他 根本是做不到事情 就變成困難 加上困難 疫情沒有辦法 希望盡快 就是用這個學習模式 好